每个月 我额外付给你 五百元的敲门费 叔啊 你家楼下的奶香 怎么给封住了呀 是的 是我故意封死的 故意封住的 为什么呀 闺女 我想和你商量一件事 你以后每天送奶的时候 就直接上楼敲门 或者按门铃吧 亲手把奶送给我手里 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都挺麻烦的 又浪费时间 就麻烦你了 我每天都在家 这样吧 每个月 我额外付给你 五百元的敲门费 如果有哪一天 你敲不开门了 就报警吧 叔啊 这是为什么呀 我老伴走了 儿子在国外 我一个人 我苦苦伶仃地住在这里 谁知哪一天 就一命归西了 那 你每天订奶 就是为了 其实 我从不喝奶的 我是在订敲门生啊 年轻人 就请你帮个忙吧 这是我儿子 在国外的电话号码 如果有一天 你敲不开门的时候 就麻烦 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通知他 我明白了 叔啊 放心吧 我保证 每天都将来 送到您手里 节目前的朋友们 看了前面的故事 相信您 或者您的身边 一定也有单身 孤独老人的居住者 有时候 您可能会认为 人老了 都退休了 怎么每天还在微信里 传早安 晚安 问好呢 其实这个早安 晚安的意义 跟敲门声 按门银的声音 是一样的 是在互道平安 传递关怀 当有一天 你接不到对方的 早安问候 或分享文章 和视频的时候 可能他们生命了 或者是发生了啥事了 请深深地理解 微信上 每一次彼此的问候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